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们用兼弓戴写的手法先来画虎 画正面的虎的形象先从头部画起 这是先把眉毛 苦的眉毛 是白的 然后两眼 对称 鼻子 用虚背 这个宽度 适当的 长一点 画猫呢 比较短 但是虎呢 画的长一点 它的微眼往往在鼻端 也可以体现出来 这根画帽一样 这根画帽一样 嘴巴 从两边用线条 画到 鼻炎的中部 它是所有动物 上面这个顶部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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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显得大一点 这个地方 等会我们还要画虎须 虎须就在这个里面 把它 伸出来 这是下嘴唇 这是下嘴唇 底下用虚变 擦擦毛子的感觉 接下来 中间画一条 直线 然后 用 侧风 把鼻 闪下来 在上面进行秤擦 擦出它的一种毛子的感觉 包括 鼻子的 上面 都用侧风 进行秤擦 然后从虎的额头上面 开始画它的虎纹 人们都说 王老虎 就是说虎纹上面 它一个 王字形状 但是我们画的时候 不一定把它画成 写成一个王字 但它有点像 几横 这是侧风 插错 毛子的感觉 眼睛下面也有虎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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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虎的虎纹 很美丽 这都是用线条画的 虚虚实实 这是边上的暖毛 两边 用丝毛的方法 画出它的暖毛 接下来我们画耳朵 耳朵被冒小 这有一个出口 里面有耳朵 散车 丝封 这是太大 两栽变上 嘴巴的上面 还要画上 毛子的感觉 把眼睛的上眼睛 加深 点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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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虎的眼睛 背景画得很大 最要有微就行了 中间留一道白 护顺 护须要有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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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交叉 供兑的腹 可以用白颜色的画 这一张虎是兼工代协 眼角下面也可以加两根户须 眉上面 下面我们开始画身体 把虎背抬高 先画出他的 两个前腿 先用线条 画出底下的 胸部的 毛刺 感觉 这是虎文 然后把毛扁 扁下来 进行 插风 四毛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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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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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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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 字幕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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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 李宗盛